疫情也重創了航空业 日本全日空航空为了要打破窘境 是联手了婚雇业者 推出了机上婚礼的服务 在飞机上会有空服员的专业广播祝福 新人还能够踏上停机坪和飞机合影 尽管没有真的飞上天 却好像真的搭飞机出国旅游一样 吸引了不少人报名 机场跑道旁 这对准备结婚的新人 正在预备一场特别的婚礼 这是全日空制作的结婚证书 疫情向航空公司 推出机上婚礼服务 为新人创造特别的回忆 因疫情封锁的国际县大厅 就变成新郎新娘进场的舞台 全日空员工排成一排 边拍手边洒花 而重头戏在机舱内举行 新人漫步走在空桥上 两侧还绑上了鲜花 请不吝点赞 亲友们热情鼓掌 欢迎新人入场 见证人是机长 因为婚礼的舞台 办在商务舱会比较宽敞 还能控制客人的数量 不超过三十人兼具防疫 并且可以听见空辅员 独一无二的广播 最后还能踏上停机坪 与飞机合影留念 虽然费用要价台币四十万元左右 却也吸引超过一百组新人询问 最后只有七对幸运儿 会被抽签选出 尽管没有飞上天 却一定是令人永生难忘 又别出心裁的浪漫婚礼 接下来一周报道